大家好,我是Erika 今天我在这个猫户的山脚下 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Furu 就是这一带有很多的果园跟果庄可以参观 这个地方它是在卖很多种这种桃之类的 像有这种扁的这种攀桃 还有像这种油桃 这里也有油桃 还有一种是像这种大的水面桃 那因为这种桃子在这边买的时候 都非常的多汁 而且口感不大 那种水面桃 可能因为它没有经过很长 都是栽赃昂的 就是树上红的 所以呢 我今天也买了一些这些桃子 它的一帮一帮就等于大概是454公克 是2块5美金 你看这一颗就很大 看一下 非常大 有点那种橘黄跟红色的感觉 那里面有很多的四式的东西 我们进来看看 还有很多他们做的不管是果酱啦 或是果酱 像这个就是 Honey Peanut Butter 就是有蜂蜜跟这个花生 那它也有准备很多饼干 你可以站在上面吃 这样子 那也有一些他们做的像这个 Strawberry草莓的这个果酱 可是这边我想要比较紧 像这个是桃子的啦等等 可是这边我不想要介绍一种 是这边有很多很特殊的berry 像你叫做Merryberry 都是比较橘黄色啦 比较橘橘色或者是红色 就是比较紫色的这种 那像这个Bluberry 大家也知道 蓝莓对心脏血管和脑部很好 我刚才看到有一个是Huckleberry 对 到这 如果你来美国的话可以试上这样 因为这个Huckleberry跟Bluberry很像 是对眼睛眼底的这个循环很好 那你 而且它这边有非常多的料理 那你可以直接的找这个饼干 再把它在上面 好甜甜 它那个水果的那个风味很浓 而且它好像有点加姜的味道 所以有点那种辣辣的感觉 因为它比较甜 我这样通常都比较甜 所以有控制体重跟血糖要注意 那这边还有一些 就我们刚才在外面看的水果 你可以试试 像这就是 英文看起来是donut 就是像甜甜圈 那种我们 东方人给它取的名字很好 可以像攀桃 那还有刚才我买的那种桃子 都非常的多汁 那它的四次的樱桃的品质也很好 都很大颗 都是这种品种病的 跟吃起来水分比较甜 而且感觉就是皮很薄的感觉 跟在台湾买的樱桃 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冷藏过后 都不太一样 这边还有很多的 新鲜的像樱桃可以购买啦 还有些这样 所以下次你来这边的时候 可以来这些 果庄来参观 另外它这个农场 有两个农场 它另外一边 还可以让你去现场采水果 那我们今天来这边 是它已经采好了 可是这个地方 是它的烘培库 有很多他们做的 派啊 鱼干鱼 可以品尝 它叫Packer 然后它这个农场 这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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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那我们进来这边呢 它有很多的果酱 现在这个地方就有这个 互分子的果酱 还有像我刚前面听到 Huckleberry 这边比较特别是 他们并不是用糖 去制作这个果酱 而是用他们这个农场里面 送的很多这些 梨子 就是这个汁 就是熬煮变成糖 所以它可以减少你这个糖分的那个 用量 所以它的果酱会比较天然 然后当然这边还有卖很多的像 蜂蜜啊 跟花粉 价格都还蛮实惠的 所以有机会的话 你也可以来这边寻购